大家好,我是岩板超 又拆了一辆不多件的马自达 废话不多说,赶紧跟我去看 今天,先带各位看到的是这一台 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马自达MPV啊 我知道MPV,我就问这是什么车啊 我不说了嘛,MPV啊 卧槽,听不懂人话吗? 这车叫什么名字? 还记住了啊,这车就叫马自达MPV 不知道当年马自达是为了神脑细胞 还是为了投机取巧啊 这车就叫做了马自达MPV 今天的故事就先从它开始了 马自达这家又被叫做松田的东营车企 为了生存,为了延续梦想 死磕转子发动机 他也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 但是赚钱的项目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就是看看有什么热点可以蹭蹭吧 上世纪80年代 克莱斯的杰隆和雷诺的Espace 等MPV车型开始在北美欧洲流行起来以后呢 马自达觉得这是个机会 他立马就上了MPV项目 并牛逼的把这款车就叫做了马自达MPV 然而这口饭还没有好好地掐上啊 几年后 丰田 本田 日产 相继推出了大霸王 奥德赛 和Quest 好了 偷塔失败 只能刚正面了 十多年的七起伏伏 期间马自达的MPV车型 还相继推出了马五 马八 但随着之后 城市SUV的崛起 马自达觉得 这个更赚钱啊 但是他这个小盘子无法权限顾及了 最终本来的还是一纸官宣 停止研发MPV车型 马自达MPV也就成了一段历史 小车企啊 除了别砍他的命脉 其他有啥不好放弃呢 这也是马自达在百年的生存竞争中 被迫找到的生存法则 当然啊 如果马自达处处碰壁呢 他也肯定活不到现在了 差不多就在二十年前 他推出了一款车 是当时摇摇欲坠的马自达 就凭着这款车开始 仗剑走天涯 怎么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芳华 马六应该是在中国 保有辆最大的马自达车型了 却不是这些年 我拆过最多的马自达 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理解其中的意思啊 不吹什么弯道之王啊这些的 就说外观这么多年过去了 马六依旧还是很耐看的 哇我们的奥迪追尾了 根据我观察啊 这台车生前应该是一位小姐姐开的 美女精品报废车 耶尔摩斯观察报废车多年 还是很会找细节的啊 这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啊 也就说明了马六这车很中性 无论是男是女开这车 一点都不显得突兀 也使得这车在中国市场 成就了马自达的销量神话 为转自发动机的研发 又争取到了一大笔的经费 但是马六后续的锐意啊 就一下疲软了下来 包括旗舰的马六轿跑 其实都是好车 但是销量和马六完全不能比了 来我们来看看这辆马六轿跑啊 要分辨马六和马六轿跑很简单 尾翼仙背加雨刮就是轿跑了 全黑运动内饰原车boss音响 记忆座椅 对于十几年前的车来说很香了 但是价格也很香啊 差不多翻了马六一个倍了 最后卖了几年也就草草收场了 其实马自达一路走来就是这样 经常车型的销量是神一台鬼三台 叫好不叫做一直就是它的标签 但也就是它在某些点的坚持与固执 也成就了台批忠实的追随者 上述说了这么多啊 这些都不是我拆过最多的马自达 那我究竟拆过最多的马自达是什么车型呢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 马自达进入中国的第一段历史 那个时候不叫长安马自达 不叫一汽马自达 那个时候叫海南马自达 上时期90年代 已经岌岌可危的马自达急于打开国内汽车市场 而与当时的海南汽车制造厂达成了一支协议 合资生产当时的马自达929旅行 和之后的马自达323的车型 但是当时的海南汽车制造厂 并没有获得国家轿车生产的资质 造的车呢 也只能在海南省范围通行 这搞个鸡毛啊 这时候呢 海南汽车制造厂就绑上了一汽集团这个大腿 与其合资成立了一汽海南汽车有限公司 之后生产的基于马自达323维原型的福美来 和海马的普利马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作为代价啊 一汽海南汽车成为了马自达在中国进军的跳板 这里就长话短说了 最终马自达还是和更有实力的一起携手而推出了之后 完全打开市场的马六 而现在的海马汽车 其实已经和马自达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那说到这里啊 我拆解最多的马自达 其实就是马自达323 也就是早期的福美来和普利马了 其实323因为不错的底子 这车现在还活跃在了挺多的赛道上 足以证明 这车在当年也的确是一款称得上优秀的家用车 但是自古美人叹赤木 不许英雄 见白头 之后马自达借着福特这层关系 又开辟了第二战场 最终形成了现在的长马和一马的格局 而说到这些年里 我拆过最多的马自达 也就全部都浮出了水面 323 福美来 普利马 马三 马六 包括还有比较少量的马二 马六轿跑 马自达 MPV等等 其实也就代表着马自达在中国发展的前20年的历程 那看到这里应该有人会提问了 这马自达之魂呢 转子有没有拆过呢 应该是在五六年之前吧 我们这边的另一家柴车企业 的确有拆过两台 搭载转子发动机的马自达 是两台因为事故报废的车辆 但是我也是只闻其身 未见其车 但是我们可以跳出拆车场这么一个场景 现在我以马自达车主的身份 继续再和大家聊一聊 那些年我没有拆过的马自达 除去目前在中国能上路的那几台神级别的转子 阿叉7 目前在市面上仅存的末代转子 也就剩阿叉8了 但是这车也早早的在2008年就已经停产了 也就是说现在最年轻的阿叉8也已经13岁了 型号13B的隐形装载着两颗转子 1.3升的排量 这些都象征着马自达这么多年来的固执与坚持 上世纪60年代 日本的汽车企业众多 而且大多规模都很小 政府研究决定 为了更好地与欧美汽车企业巨头抗衡 小规模的汽车公司需要与大公司合并 以增加竞争力 而马自达就在被兼并的名单之中 而不被兼并的唯一可能性 就是必须要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 马自达这时候就决定冒险 引进当时技术还很不成熟的Wanker发动机 也就是钻子发动机的前身 其实这款发动机当年被丰田通用 已经鉴定为无量产可能的机型 但被水一战的马自达已经没有了退路 1963年马自达成立专项研究组 由钻子之父山本建一带队 47名马自达顶尖技术人员组团下副本 江湖人称钻子47壮士 再不成功就会被兼并导致失业 导致没饭吃的压力侠 最终克服了种种困难 使马自达成为了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 量产转子发动机的汽车企业 转子也就此成了马自达的图腾与信仰 但是这里我还想提一下 上述说的这些一直都是马自达公司 所坚持的信仰 但是你从个人的喜好 或者说是买车的角度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牵扯到信仰 这么一个高度了 这个充其量我觉得是在自己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仅此而已 有些东西不要去瞎吹 吹多了很容易昭黑 而且我这也不是什么汽车测评的节目 对吧 纯粹只是聊一聊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现在制约转子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瓶颈 其实并不在于它的一些什么维护保养 或者说是一些磨损的这么一些问题 我觉得还是一个全世界范围的这么一个对于排放和环保的一个日趋严格的要求和趋势 未来转子会从燃油的模式慢慢向混动或者说是增程式的方式去做转型 那还是继续它的特立独行 我觉得还是拭目以待吧 而且我觉得马自达不会放弃的 另外马自达还有一款比较经典的车型 MX55 又叫做Miyata 全球最畅销的入门小跑 最新款的ND 也就是试探性的进入了中国市场500台 其实马自达对于市场的判断还是非常的清醒的 无论媒体怎么的吹风 其实市场是不会和你讲情怀和信仰的 口嗨并不能解决它的生存问题 叫好不叫做的东西太多 换了谁都受不了 所以目前它还是将重心放在了北美市场 我再举个例子 即使真的呼声很高的2.5T持六后驱的阿特兹来了 市场真的会买单吗 我觉得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走过了100年的马自达又将如何面对下一个百年 其实它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 以它自己的体谅 可能几个决策失误就会满盘皆输 前不久 马自达宣布旗下运动部门 马自达Speed正式解散 将不再推出高性能版本的马自达NPS车型 未来也不会再重启 现在这个唯一能解决马自达塞车的部门 你坐马自达 那也意味着马自达这艘小船 始终在调整着自己的航向 始向一个未知的远方 未来不知道我又会拆到什么样的马自达 也许在拆车这个角度 可以滞后地看到 各个车企一路走来的兴衰的过程 没有任何事物是长盛不衰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故事 却值得所有人去品味 这个视频的最后呢 还是祝马自达好运 这家让人感觉一直生存在问宝县边缘的 个性且有固执 但却一直面朝自己梦想的马自达 记得关注研板烧 这里有不一样的汽车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